毒害皇子还想要将他当场处死 不是刚救了他吗 系统 什么情况 神体扫描中 中毒 幻觉明显 小皇子是毒蘑菇中毒 荒唐 皇宫内哪来的毒蘑菇 有些没煮熟的蘑菇会带有毒素 还不闭嘴 娘娘 小皇子的症状确实是食物中毒 那还不快吹吐 不行 若是不提醒吹吐 呕吐会导致气息 不过 我有办法 让他试试 准备木桶 漏斗 木塞 和竹筒 这是 毒素在他胃里 必须用我做的装置 移出还没吸收的毒素 还缺一样东西 系统兑换一个软管 兑换成功 小皇子的情况恶化了 闭嘴 这是正常的反复现象 醒了 情况好转了 就知皇子奖励均分100 看来你医术的确高谜 不过传你进宫是为了治太子隐旗 治不好 一样要问罪 你若是治好它 哀家就替你做主 夺回医馆 闻 小豆姑娘 殿下不让进身 悬丝准慢 这科学吗 还是用我做的听诊器吧 殿下 你女婿要近距离检查 谁让你过来的 红点 死斑 怕了 怕了就出 别动 神体扫描中 这些症状好像在哪看过 果然还是查不出来 殿下 你你有办法了 什么 曾经有支航海的船队 船员们也出现了跟你一样的症状 身上全是红点 最终归因免疫系统受损 感染发热而死 而解决这个病 我开的药方是 吃橘子 就这 你把本宫当三岁孩童吗 如果我没猜错 和你出征的将士 也有一样的症状吧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你们行军出征和航海一样 好几个月都吃不到新鲜蔬果 缺少维生素的摄入 所以得了化学变化 维生素 维生素是身体必须的东西 日常我们可以通过吃水果蔬菜补充 那本宫把橘子发给将士们有用吗 橘子不便于运输 容易在路途中损坏 可以把柑橘筛制成果干 将士们方便携带 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摄入 好 按你说的做 系统给我维生素咀嚼片 递换成功 这个是提取出来的维生素咀嚼片 殿下搭配蔬果日服 不出一月就会痊愈 小 小豆姑娘 京城外的村庄爆发天花了 陛下让你想出预防之法 最终任务触发 解决灭城危机 系统能兑换疫苗吗 特殊物品无法兑换 既是神医 并有办法预防天花 若是没有 那可是欺君之罪 民女有办法预防天花 只不过请陛下准使我去一趟那个村庄 陛下 去死人堆肯定会染上天花而死 哪来的预防之法 民女小时候接种过牛痘疫苗 不会被传染 陛下 微臣愿以随小豆 寻找预防天花之法 你们去那村庄待上半月 要是能活着回来 朕就让他一试 半个月之久 肯定死在外面了 谁说我死了 竟然还活着 我从患病的牛身上 提取病毒进行加工 现在只需要用刺破法给人接种 就能预防天花 我已经给白世子试过了 半月过去 我也未感染天花 好 你解决了此等危机 朕封你为国一 赏金千两 凌罗绸缎白痞 真的不会传染了 血缘是一击是救人了 任务完成了 恭喜宿主获得水神之力 新元素任务开启